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当伊莱克斯双手拖出 让金光朝着龙好尘漂浮过去的时候 那金光中竟然是传出了 宛若心跳般的奇异声音 缓缓地飞到了龙好尘的面前 这是我为你重塑的心脏 你的血肉将会在它的作用下 自行生长出全新的心脏 并与这股力量完全如何 它将成为你未来最大的灵俏 也将是你一切力量的根本源泉 我称它为永恒之心 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杰作 我知道你很厌恶我 更厌恶我的力量 虽然你为了活下去 能够和彩儿在一起 不会拒绝我的这份赠欲 但未来必定会因为我的这份赠欲 影响了你的光明之心 对不对 龙好尘没有说话 默认了伊莱克斯的话语 没错 为了活下去 他能够接受眼前的一切 哪怕是背叛自己对光明的信仰 也在所不惜 为了彩儿 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所有一切 但如果真的接受了伊莱克斯的力量 甚至是他从自己身上抽离出来的力量 那么在龙好尘的心中 未来一定会出现障碍 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到他的未来修炼 正因为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你和永恒之心融合之前 我必须要向你说清楚 你可以厌恶我 也可以排除我的一切 但你却不能排斥光明 你是光明之子 与光明的力量融合再恰当不过 刚才我所做的 你也看到了 我给彩儿的 是我数千年来所凝聚的 最为纯粹的死亡气息 这死亡气息和我本来的力量相比 并不算什么 但它胜在纯粹 没有半分多余的力量存在 对彩儿只有好处 并且没有半分属于我的烙印在其中 我为你凝聚的这颗永恒之心也是一样 我将自身的一切光元素都玻璃出来 化为最纯净的光明力量 你知道我从自己灵魂中玻璃的是什么吗 那是我从身为光明之子的烙印 也就是说 我给你的并不是我的力量 而是曾经的光明之子的力量 你可以理解成为 我在没有落落之前 属于光明的那份最纯净的元素与体质 你也看到了 将这两份力量剥离出来后 我所授予的就只有亡灵之力 以及一切的负面能量 这些属于堕落 我之堕落并非光明之堕落 有罪的是我 而不是光明 去吧 我的永恒之心 他才是最适合你的主人 一边说着 毕莱克斯的双眼中光芒一闪 那团金光顿时冲入了龙浩辰的胸口之中 龙浩辰只觉着 一股无与伦比的卓褶 从胸口处涌入四肢百骸 几乎是下意识地盘膝坐在地上 而他整个人也随之变成了金色 就连思考的能力也已经完全地失去了 目光浊浊地注视着龙浩辰 毕莱克斯盯视了他 足有十分钟后 这才是渐渐地放松下来 我依旧是死灵上法身 亡灵天在毕莱克斯 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死亡与生命 没有人比我理解得更加深刻 我的永恒之心成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龙浩辰是代替了堕落之前的我 继续活下去 或许这对我来说 是个最好的选择 他未来为人类所做出的一切贡献 都将有我的一份力量在其中 希望这样 能稍微数我当初的罪孽吧 彩儿 我这样的做法 你可满意 虽然你不能传承我的亡灵法术 但你终究得到了我的死亡力量 我就要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并且将在你手中得以净化 对我来说 这是最好的归宿 自从当初我被愿意狠蒙蔽了双眼 就从未像今天这样快乐过 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初 还是光明之子时的那些日子 在我生命与灵魂的最后时刻 彩儿 你愿意叫我一声老师吗 老师 你 彩儿几乎是 狭意识地叫了出来 玉莱克斯的故事 怎会没有打动他和龙好尘呢 龙好尘还好一些 玉莱克斯固然可怜 但他对人类犯下的错误 实在是罪孽深重 龙好尘虽然同情他 但却绝不会原谅 他对人类做出的罪孽 可彩儿毕竟只是个女孩子 幼时又曾有过那样的痛苦经历 对玉莱克斯的同情 要比龙好尘更多 此时 他只是觉得 面前这位曾经无比强大的 亡灵法师是那么的可怜 对他的遭遇 也只剩下了同情 眼下听到彩儿叫出 老师那两个字 玉莱克斯的情绪 便出现了剧烈的灵魂波动 好好好 好孩子 虽然我不配做你的老师 但听你叫上我这一句 我的心终于有了一份安慰 我依赖克斯这一生 做过无数大事 但到头来 最让我感到荣耀的 却是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弟子 你放心 老师会给你留下一份大礼 当你重回人类世界之后 谁也不能欺负得了你 龙好尘是光明之子就如何 我依赖克斯的弟子 绝不会比他差了 说到这 依赖克斯属于死灵圣法神 亡灵天灾的那份骄傲 似乎又涌现了出来 他右手一抬 朝着彩儿的方向一招 论时 将他手中的那柄死神镰刀 吸附了过去 说来也奇怪 那么强大的死神镰刀 对于一切亡灵 几乎都是天敌 可在 依赖克斯的手中 却被一股灰色的力量包裹着 本身的进化之力 根本就无法散发出来 这永恒之塔 可以说是我一生之中 最大的成就之一 没想到 我沉睡了这么久 他竟然已经自行进化 到了如此程度 想要脱离我的控制 也太小看我了 彩儿 我就要去了 你叫我一生老虚 我就将这永恒之塔留给你 它已经进化到 极其接近超神器的水准了 自身智慧 依然通灵 我就将它过多的东西 全部剔除掉 今后 它就是你攻防一体的武器 而它这些多余的力量 在我将其进化之后 你和你的同伴们 可以尽情吸收 不要浪费了 等这些多余的力量 吸收完毕 你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就在他说话的功夫 永恒之塔 突然是剧烈地颤动起来 航大的灵力波动 骤然从四面八方 剧烈地涌动 似乎是在 拼命地挣扎一般 还想挣扎 你是我所创造出来的 那到底一回 拥有了通灵的智慧 就能脱离我的掌控吗 早在创造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考虑到 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 别说你距离超神器 还有一线之差 就算你真的成为了超神器 我想要将你毁灭 依旧是易如反掌 左手指天 一抹灰黑色的光芒 骤然而出 持此永恒之塔的顶端 顿时 伊莱克斯身下的棺材内 大鹏的灰黑色浓舞 奔涌而出 朝着四周散去 而永恒之塔的力量 涌动得也是越发厉害 整个永恒之塔内 宛若地震一般 剧烈地震荡着 无数的远邻间叫声 化为力效激盪 也不知道伊莱克斯做了什么 永恒之塔的震荡 在那灰黑色的气流注入下 渐渐变得微弱起来 开始有着大鹏大鹏的白色光芒 从永恒之塔上 被剥离下来 在空间中游荡 紧接着 无数灰黑色气流 开始如同海纳百成一般 从四面八方 朝着伊莱克斯 汇聚而知 注入到他的灵魂中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伊莱克斯的灵魂 就已经变得漆黑如墨 智慧剥夺 力量剥夺 净化 伊莱克斯充满威严的声音 在永恒之塔的每一层回荡着 无数的怨灵 就在充满 恐惧的尖叫声中 化为乌有 最纯净的灵魂之力 与那剥离出来的各种 属性元素 挥聚在一起 恐怖的剥离之力 甚至连这些元素 自身的属性 都被完全地剥夺 只留下了最纯净的能量 伴随着 灰黑色的气流 越来越强 伊莱克斯身体周围 甚至开始出现了 灰黑色的光环 而永恒之塔 却渐渐变成了 洁白的颜色 洁白的 一尘不染 毫无瑕疵 剧烈的震荡 渐渐变成了 轻微的颤抖 但失去一切动静 一切死乎 都重新化为了平静 只有空气中 悬浮的大量 蕴含着澎湃 灵力波动的白色光点 在缓缓地律动着 采尔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永恒之塔变了 变得安静 也纯净了 似乎所有的负面东西 包括情绪 全都在 伊莱克斯的玻璃下 消失了 而且 一抹奇异的联系 也出现在他心中 那呈现为 龙好神头像的永恒旋律 也与着 永恒之塔之间的联系 似乎 变得更加紧密了 进化之后 永恒之塔 将会是一件 攻防一体的神器 虽然我剥离了 他众多的力量与智慧 但他却 依旧比普通神器 强大得多 通过永恒旋律 与他之间的联系 他将渐渐与你的灵魂融合 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这样 你就拥有了 和继承我永恒之心的龙好神 一样悠长的生命 财尔眼中 流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可以说 在龙好神被魔神皇杀死之前 他和伊莱克斯 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但他万万想不到 最终继承伊莱克斯 大部分力量的 竟然是自己 虽然伊莱克斯的亡灵法术 没有传承给他 但无论是 永恒旋律中 所蕴含的庞大死亡能量 还是永恒之塔 却都是伊莱克斯 一生修炼的精华所具 在想到 他这孤独的一生 财尔的眼睛 不禁有些湿润 朝着伊莱克斯的方向 缓缓地跪道 老师 如果真的能够有来生 我不愿再做光明之子 只想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类 找一个爱我而纯净的女人 缺了她 孕育我们的孩子 平平静静地过一生 我也曾辉煌过 也曾堕落过 而这所有的一切 从下一刻开始 都将归于虚无 再见了 孩子 好好地守在你爱的人身边 老师 祝福你们 一边说着 他握着手中的死神镰刀 猛然掉转 巨大的风筝 就在恐怖的灵魂之力注入下 绽放出了万千道白光 那份纯净的光彩 甚至 要比彩尔施战死神七绝 更加地强盛 风筝之斩 悍然切入到他身下的棺材之中 扑斥一声 恐怖的净化之光 在伊莱克斯那浩瀚如海的灵魂之力催动下 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光彩 刺耳的钉钉声响起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死神镰刀内破开一半 死神又如何 我就在这净化之时 破掉你的封印 看你还如何反噬我的弟子 如果我想 我早已是神 手握日月 摘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一切的黑暗 与肮脏 都在那纯净的 净化之光中 渐渐消散 没有一来可思 那充满狂傲的声音 在永恒之塔的七层内回到 手握日月 摘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这是何等的高傲 何等的自负 又是何等的悲凉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